头一疼 我看到那个 骑上马 登登登那个某马 头点点点点 人呐 点点点点 震动了 头里不舒服 有机会要挪振荡的感觉 真的 真的 机会要挪振荡的感觉 不过现在接到命令以后 远离休息 远离休息以后 马的头里慢慢慢慢好转了 人的头里也慢慢慢慢好转了 也开始慢慢慢慢好转了 现在一看天庭和地球 好多 现在还比较像 还比较像 有一个区别 有个区别天庭他的人 大多数人是可以不吃饭的 闻一下就可以了 闻一下就能量 闻一下那个水谷之类的 能量就下到了 少量的人呢 要吃饭 而这少量的人是什么人呢 经常来地球的 因为他感觉地球人都在吃嘛 觉得美味 觉得他有这个感觉的一个就是这个气球了 一直在天庭上 在过日子的呢 他就不知道地球人是吃这些东西的 所以呢 他也没有这个吃的一碗饭 这就拿了一个闻一下 闻一下就饱了 哦 还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 天庭上的人和地球上的人还是有区别的 还有一个 天庭上的就不会发生那种饥荒这类的事情 因为他们不吃东西嘛 就无所谓饥荒不饥荒 少量来地球的人 要吃点东西 真的有饥荒他来地球就行了嘛 来一下就行了 稍微吃点 而且他吃的东西量也不大 像猪八戒吃西瓜 这么一个场景 在天庭里面就是很罕见的 猪八戒也是偶然吃一下子 不是说每天都在吃 你看哪个电视剧里就僵了 每天是猪八戒都在吃 他也就是 偶然一高兴地吃一下子 是这么一个事 所以 另外一个 天庭上是很想会记的 很想会记的 什么样的人应该执行什么任务 能执行权力判明什么 规定得清清楚楚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越权干事情的 所以他就是社会知识 维护得很好 这个知识维护得很好 但地球上是社区太乱了 所以这次要天人下来好好地把地球整顿一番 整顿一番 而根据的 最后处理的就是根据那个功德 功德不算记录的 来进行 处理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